香港串金尺土,上線用單位有限的空間,不妨考慮一下以下的傢伙吧 只要拉開飯桌,然後反起閉上的桌面,叫一班朋友上來吃飯都沒問題 房間太小,但又想做到書房睡房兩種功能 只要將工作台面推上去,然後放一張床下來,就完成了 形額式設計牽床櫃,令使用者放床下來時更加節省力,亦沒有那麼容易剩下地板 想完美收藏飯桌,不佔任何單位的空間 接起飯桌,推回金屬路軌進去,將飯桌便可以完美隱藏 坐在這裡看書做事,覺得眼睡就可以拉下下面的櫃門 說這麼快就可以變身成一個睡房的空間 不想廚房空間破壞整個單位設計的感覺 選擇用錶煙的電器,甚至以房櫃門做隱藏 按下去就會整齊很多 形額式設計有緩衝效果,就不容易因為大力開關而弄壞或弄壞 平時升盤下面的位置都很難用準,現在只要利用預留門隔位置的拉纜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說到要用盡每一寸空間,這裡一樣可以用來放甜美品,就可以善用每一寸空間 打開廚櫃門,拉開這個放在路軌上的轉角拉纜,就可以用各位空間 拉開了 感谢观看